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毛主义曾经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短短的七个字高度浓缩了很多政权 在起步阶段依靠武力来夺取的艰难过程 但是还有一句话说的好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这种难包括各种各样的难 假如军队和政党的关系处理不好的话 那么来自于军队的压力 也会让统治者感到威胁甚至危险 举目视界 能把党政军关系协调到咱们这样和谐和稳定的 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处理的不这么和谐的例子就相当的多了 比如美国总统川普上任没几天 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们就表示 最高统帅的话他们不想听 上一任埃及民选总统穆尔西 上台后一年不到就被军方丢进了监狱里 那隔壁的韩国呢 虽然从政府到民间 对于萨德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弄 很犹豫很分裂 但是萨德还是一笔预期更快的速度 被安放到了星州戈尔夫球场 这背后要是没有军方的固执 也是办不到的 所以军队这东西既是夺取政权的力量 也是维护国家稳定的力量 但是平衡不好的话也是国家政权的威胁 比如受到过威胁的土耳其 从建国到现在 土耳其总共发生了大大小小五次军事政变 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的7月15号 那天一小组土耳其军官策划政变 派一批人控制电视台和电台 派另一批人把守住交通要道 再派第三批人去搞定 正在海边度假的总统埃尔多安 这场政变呢 也最终因为方法陈旧 手段温柔而失败 不到24小时就已经阵埃落定了 当时政变的新闻 也没有在媒体上刷出多大的存在感来 但就是这样一场小小的政变 也造成了200多人死亡 上千人受伤 曾经向北和欧盟叫板 向东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出入自由 不可一世的土耳其 就此陷入了动荡之中 至今都没有彻底恢复元气 那在上礼拜六 关于挫败这场政变的一周年纪念日上 赶出量身的埃尔多安老泪纵横 宣布把紧急状态无限期厚颜 这国家动荡对谁都不好 受虎最多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因为他们抵抗风险的能力最弱 在这一年里 土耳其人的日子不好过呢 因为有将近四分之一的年轻人失业 国内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 并且对于政变的清算依旧在进行 土耳其昔日有着东东之光的美誉 如今这道光芒也暗淡了很多 埃尔多安不顾对经济带来的伤害 不顾外人的指责和压力 执意这么做 显然是想一次性的把军事政变 这个在土耳其军队的优良传统 给彻底连根拔起了 从此长治久安下去 那么他能做到吗 土耳其是一个奇怪的国家 说它是西方国家 可能大家不觉得意外 土耳其自己呢 一直想把自己归到欧洲国家 但毕竟中间隔着地中海 欧洲人不承认它属于欧洲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土耳其国内90%以上的人都信奉伊斯兰教 这个就跟欧洲有着极大的区别了 可是土耳其又是一个特殊的伊斯兰国家 在土耳其 您几乎看不到有女性穿黑袍 男人戴头巾 更感受不到各种奇怪的清规戒律 也就是说 伊斯兰教那些陋习并没有被土耳其人固执的保留 这也是土耳其人觉得自己和周边中东国家不一样的原因 那又是什么造成土耳其这个伊斯兰国家和别人不一样呢 土耳其的前身是横跨欧亚大陆显赫一时的奥斯曼帝国 从18世纪开始 衰老的奥斯曼帝国相继被英法俄等国蚕食 国土面积丧失了将近90% 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奥斯曼帝国几乎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帝国一路溃败 退守到现在的土耳其那片地方 后来军人出身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建起了一支战斗力爆表的武装 这才把列强们赶走 于1923年建立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 通过对帝国的失败和西方列强的实力进行综合分析 凯末尔决定在土耳其来一场洋务运动 在他的坚持下 土耳其开始了现代化改革 成立了议会 开放了市场 引进了资本主义 黑袍头巾轻规戒律 一律丢掉 这场洋务运动俗称是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 世俗化和宗教化相对一样 世俗化改革的意思是将宗教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彻底剔除出去 让宗教变成一种信仰和业余活动 不再参与国家的智力 凯末尔将军的世俗化改革 即使今天看来都非常的彻底 比如从宪法中删除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条款 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和修妻制等漏袭 赋予了女性与男性一样的权利 还大力推进西式的现代化世俗教育 反对伊斯兰教等封建神权势力 对国家政治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干预 如此彻底的搞运动 那必然是会遭遇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抵抗的 一个90%以上的老百姓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 让他们把遵守了上千年的习惯改掉 肯定是有难度的 所以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 遭到了很大的阻力 阻力不仅来自既得利益的宗教神权阶层 更多阻力来自于普通的穆斯林民众 传统习俗是好是坏 这些人不跟你争 反正你要是变 那我就不乐意 这种不乐意就跟民国时期捡辫子 丢掉国脚步 被人反对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凯末尔如何把这种改革推动下去的呢 答案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这个时候就不是夺取政权了 而是武力维护政权 凯末尔连着做了15年的共和国总统 人民党的党主席 以及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在此期间 他不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 任何敢反抗 敢改革的人 都会在夜里 被武装部请去喝茶 于是在这种强权统治之下 世俗化改革艰难的完成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凯末尔 什么问题呢 这又是一个打江山和守江山的问题 虽然每次生日都有人祝他万寿无疆 但是他自己心里清楚 人嘛固有意思 如果他去世了 那这辛辛苦苦弄来的改革成果 会不会一夜之间 又被那些伊斯兰教的顽固派 给废除掉呢 为此 凯末尔心生一计 几乎是以法律的形式 赋予了军队一项权力 那就是当他们发现 社会或者政府出现了非世俗化 甚至向伊斯兰化倒退的苗头时 军队有权力发动军事政变 解散议会 直接接管政府 直到新一届政府上台 并且确定用户世俗化之后 再把权力移交 于是土耳其的军人 变成了土耳其政府的监护人 他们利用手里的枪 来监视着自家政府 从1960年到2015年 军人总共发生了四次政变 轻则解散政府 重则直接要了总统的小面 去年军人们也是觉得 埃尔多安这个人 宗教化倾向比较严重 监护的责任感爆棚 于是发动了军事政变 那一次的失败 除了军人们操作失误 没有屏蔽网络 导致埃尔多安 直接用了一次快手直播 就完成了反抗政变的 动员活动以外 更重要的是 总统埃尔多安 他的支持率很高啊 不然一个不得民心的总统 不要说利用直播了 就是新闻联播 24小时不间断的播放 他那张老脸 也不管用啊 无论你有多么讨厌 埃尔多安这个人 但是不能否认 他在执政能力方面 是个实力派 从伊斯兰布尔市的市长干起 一路做到了 土耳其国家一把手 也就是总理 一届总理到西之后 又连任总理 连任到不能再连任之后 接着做了总统 那虽然按道理 总统是个虚职 但是他把虚职 干出了实职的效果 直到今年4月份 他直接修改了宪法 和体制 把土耳其 从总理制 改成了总统制 埃尔多安名正言顺的 又做了国家一把手 从2002年开始 步入政坛 到如今2017年 已经15年过去了 这15年里 土耳其的一把手 可以说一直是埃尔多安 从他的左手换到右手 在他手上的这十几年里 土耳其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 达到7%左右 人均GDP 从2500美元 递增到1万美元 通货膨胀率 从原来的37% 递减到6% 外汇储备 比过去多了六倍多 而且他还清偿了 接手全力时 前几任欠下的 2300亿美元的 巨额外债 这些数据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埃尔多安 让土耳其人变富了 其实普通人并不在乎 你到底用的是黑猫还是白猫 他只在乎自己日子过得是不是好 让自己日子过得好的 那个领导者 是民众值得死心塌地的 支持他干下去的 当一个国家因为位置和文化的原因 导致他自己国内问题很少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比较容易管理 一个小政府就足够了 而当一个国家问题比较多的时候 一个强势的政府就相当有必要 身处亚欧大陆交界处的土耳其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作为东西方文明冲突的最前沿 土耳其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也不少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要幻想做中东穆斯林世界的老大 那么一个强权的领导人 或许就成了土耳其不可缺少的政治标配 因为宗教问题 难民问题 恐怖主义 地区安全 经济发展这些问题 都不是一个小政府 和一个心思手软的领导人 可以搞定的 那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埃尔多安确实是土耳其人的必然选择 只是作为土耳其政府监护人的军队 将来或许就再难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了 也就是说他们想再来一次政变的可能性 现在几乎为零了 起码在埃尔多安的手里是不可能了 从去年政变开始到现在 埃尔多安已经把政党 军企事业单位 任何与那次政变 有一点点瓜葛的人 都从他们的职位上赶下来 让他们另谋生路 不少人或许还在监狱面壁思过 并且这场清算至今都没有结束 所以从此以后 土耳其的军队 那个替凯默守遗愿的传统 将彻底从历史上消失 土耳其会被埃尔多安带向什么样的方向呢 这个其实无所谓 什么方向 它都是土耳其人自己选的 也是土耳其这个国家 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新局面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或者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另外我们的另一档节目 局势中的政治课已经上线 您可以关注公众号局势很有趣 获取最新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